看一下这周补充发放的食品啊 首先有这个蔬菜油 昨天我刚去超市买的油啊 今天就发这个蔬菜油 Vegetable Oil 所以呢表示感谢吧 因为这周正好是赶上元旦啊 所以这周就没有发食品 但是补充发放的 还在正常的发 这个蔬菜油的日期是 到什么时候呀 日期也是好的 它的日期是best buy 最好截止到 2022年3月28号啊 所以也是新鲜的啊 这个表示感谢啊 这个是蔬菜油 它这个写的好像也是 刚才我看了上面写着 Glyceral Free啊 其实没有胆固醇 Free呢指的是不包含啊 不包含胆固醇的意思啊 这是发的这个植物油啊 这个表示感谢 然后第二个呢是发的 跟上次补充发放的一样啊 是那种樱桃啊 就是那种酸樱桃啊 Tart酸的 干的酸的樱桃啊 Sugar Infuse用糖泡过的啊 这个吃的时候就需要 拿水泡一下 把这个糖分泡掉啊 这个樱桃两磅 两磅重 然后另外呢 有这个绿苹果啊 这个绿苹果 它含糖量要低一点啊 这个挺好 我现在比较喜欢吃绿苹果啊 还有这个圆葱啊 圆葱酱血汁的啊 日本人据说比较喜欢吃圆葱 还有这个香蕉 香蕉是 哪儿产的 墨西哥生产的 墨西哥生产的香蕉 看他这个上标画这个女士啊 老墨 他们的这个喜欢这样的服饰啊 然后还有这个胡萝卜啊 胡萝卜 但是据说吃胡萝卜什么 吃太多皮肤会变颜色吗 对吧 有那种说法 还有这个红薯啊 叫YAM吗 YAM吗 是这样叫 就地瓜啊 咱们中国叫地瓜 上次也是发了一个大的地瓜 还有这个大米 大米跟以前的也差不多 甚至是富强米啊 它增加了一些营养元素啊 它这个写个Nan GMO Nan表示非啊 不是 GMO就是 应该是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啊 就是基因修改的有机物啊 就是说 Nan那边非 非转基因啊 就是说这个大米是非转基因 重量是两磅啊 它这个日期是到哪 日期应该是新鲜的 因为以前发的时候 它这个日期都是好的啊 在这日期 看一下啊 截止到 这个BB呢 就是Best Buy 最好截止到 2022年的10月27号啊 还有两年 两年报将近啊 所以这个也是 这个大米呢 是所说的免陶的 因为它 里面加了铁啊 或者加了一些什么 微量元素啊 什么的 其实是这样 还有一个南瓜 跟上次一样 但是这个南瓜 比上次的小啊 好像空的 感觉好像已经手透了 给人这个感觉 然后还有这个是 叫Instant Mashed Potato Flakes 这个flake指的是 那种片啊 像雪花一样的 Instant是 济绒的啊 就像那种素绒 素绒咖啡那种 素绒的 碎了的土豆片啊 就是干土豆片 吃的时候呢 就是差不多跟 方便面似的啊 写的基本的 美国的食物 Basic American Foods啊 吃的时候呢 就是泡牛奶吧 就是 是吧 是这意思吧 就是说 先放水 之后呢 放牛奶 之后呢 再把这个土豆片 放里面啊 这个 第一次见到 这种土豆片啊 这种一磅中啊 我以为是奶粉呢 还有这种鸡蛋啊 这次鸡蛋 是红皮的还不错啊 红皮鸡蛋还不错 它是中等尺寸的啊 medium medium 中等的 然后egg ranch ranch是大牧场啊 农鸡蛋牧场 它的日期呢 是到 2021年的1月19号 日期是好的啊 然后这个写的是 呃 compliant 是符合啊 CH加州 这个SE F 这个S 这个S代表 安全 F代表食物 食物安全 shell shell egg 带壳的鸡蛋安全 就是符合加州 带壳的鸡蛋的安全标准啊 这个是达标的 本来还有这个果汁 果汁是 应该叫葡萄柚吧 啊 这个写的是grapefruit juice 啊 它这个日期 呃 看了一下也是好的 到2021年的 9月9号啊 它这里边含有大量的 这个维生素C 应该是啊 这个可以喝 我觉得 这个它维生素C含量 达到70% 这种柚子 好像是吃它之后呢 那么比如说你吃健养药了 那么之后你吃柚子 那么会使健养药的 这个药效增加一倍 所以要加小型啊 这个unsweetened 没有 没有增填的 呃 concentrate 浓缩汁啊 就这个 本来还有这个口罩啊 这次发的口罩是这种 布的口罩啊 发了四个啊 是好像 我感觉好像有点像小孩口罩啊 这种 这种口罩啊 迪斯尼 迪斯尼上标这种口罩啊 Claus with Musk 然后它这个 产地写的是 Made in Honduras 洪多拉斯生产的啊 表示感谢吧 就是这周发的 补充的这个食物啊 跟朋友分享到这里 拜拜